从2003年开始 我是以志愿者的身份 给孩子们讲解博物馆 现在呢 是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 但是呢 我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 那就是 我孟哥哥 因为这是孩子们送给我的 这哪些博物馆 你说 国家博物馆 国家动物馆 消防洪 真宝 军事活 自然 自然 你呢 钱币博物馆 钱币 这么小的博物馆也去过 北京呢 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博物馆资源的 截止到2022年 有204家备案的博物馆 如果我们和孩子 每个周末选择走进一家博物馆 就需要将近四年的时间 像是我担任馆长的 北京锅手镜纪念馆 这是一座很小的博物馆 我们的主人公呢 锅手镜 他呢 开通了通汇河 这是中国大运河的最北端 到了晚上的时候 我们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夜场活动 让我们馆成为了老百姓家门口 就可以去看的博物馆 北京的博物馆包罗万象 由全世界都知道的故宫博物院 有186万多件的藏品 还有很多专业的博物馆 大中寺古中博物馆里都是古宫 永乐大中 有46.5吨重 上面呢 有23万个汉字 北京的博物馆 讲述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舟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 50万年前的北京人头盖骨 就是在这里发现的 考古遗址博物馆 琉璃河遗址当中 3000年前的青铜器 在这里出土 最新发现的青铜友 更是见证了北京城的历史 金中都水关遗址 藏着800多年前 北京建都的证据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 还有500年前 精美绝伦的藏景 这些博物馆 都成为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文化生活里 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都博物馆 也是我每年来的最多的博物馆了 如果想要了解北京 一定要来这里 每一件文物都非常非常美 这是明朝成化年间的 豆菜葡萄文碑 古代的时候 就已经是价值连城了 可是它竟然是一个 年仅七岁的小女孩的 陪葬品 这件原青花凤手蝙蝠 出土的时候 它碎成了48片 经过艰难的修复 才恢复了它的生命 我们也才能看到 这件国宝完整的样子 博物馆可以让我从不同维度 去了解和感受 北京这个城市的魅力 博物馆英文单词怎么说 就用Muse女神的名字 叫Musem 我们既能与过去的古人对话 也能和未来的自己握手 不论是什么时候 让我们都能够保有一份 在博物馆里的好奇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